好对岸不断的派海警船到金门 我们的前线这边来做侵扰 我们看到从前线传回来的消息是 海巡署说5月已经有9度了 大陆的这个海警船来侵扰我们的水域 今天是四艘大陆的海警船来侵扰我们的金门水域 即使我们看到昨天海巷非常非常的恶劣 他们还是来那我们的海巡署的船 当然要去跟肩所以是一对一 都在这个金韬骇浪里头前进 而且两艘船距离不到100米非常近 我们来看看 中国海警14608你已经进入我国金监市水域 28号下午到月3点 中国大陆海警船再次越界 海巡署四艘海巡艇立即出动监控 并广播驱离 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 影响海上治安 请立即转向死离 当天因为封面经过海巷恶劣 风雨交加 渔船大多没出海 但四艘中国大陆海警船 还是分三组编队航入限制水域 而且有别于以往一小时就离开 这次侵扰时间达到两小时 风浪非常大 对方的吨位比较大 我方的是100吨的侵防艇 所以非常吃力 这种天气执行真的非常辛苦 金门海巡冒着七级风浪 与中国大陆海警船对峙 让对方不敢再越雷池一步 陆方海警船持续清早 光是五月就多达七次 你刚刚听到声音来源 其实是金门的民众 他们说风浪非常大 对方的吨位 对方海警船的吨位比较大 我方是100吨的巡航艇 所以非常吃力 尤其那个风 那个风浪很大 所以我们的海巡弟兄真的很辛苦 那你可以看到对峙了两个小时 而在空中一样 国防部公布了 昨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钟 一共有22艘共击 共击共箭 持续在台海活动 而另外我们看看 观光业 其实期待了超级久的春暖花开 看起来可能又要失望了 尽管国民党的党团 那时候傅坤齐总照到对岸去之后 对岸有释放出一点点的善意说 可以开放福建省的人 到我们的马祖来旅游 所以我们看到福建的彩线团 6月10号会到马祖去彩线 大家知道旅行团要组团 要先去彩线 看要住哪里吃哪里玩哪里 今天早上国台办的记者会 也有记者问到这一题 发言人朱凤莲说 请民进党创造条件 来 先请教您先 春暖花开 现在都等到夏天好像花不开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不知道 等到什么时候 说大陆海警船 你不论说它是挑衅或者说侵扰 距离100公尺是牧师范围看得到 那如果更近一点呢 所以不要说就是侵扰或挑衅 你怎么去谴责它都可以 可是政府怎么去应应 更近一点的话可能超过 接近100公尺的话 可能接下来我们怎么处理 喷水吗 还是我们用碰撞的方式 或只有广播驱离而已 如果更接近的话 就接下来我们怎么去处理 我觉得说包括国安会 或国安部讲说 这是大陆针对台海内海化的问题 可是如果是只有这样子的话 第一个我们怎么去应应 就是说前线包括金马 近线是水域我们的海巡 是不是加强我们的海巡船的盾位 或加强双班的配备 可是同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我觉得风险控管的部分 反而会增加我们第一级的难度 就是说刚刚有在讲 刚先任国安部长邱国正 我这样念好了 他三月在立法院搭询的时候 是提到现在已经濒临两岸动武状况 情势非常的严峻 并坦承他每天提心吊胆睡不好 这很严峻 所以你刚刚国安局局长来讲说 大陆对台军也只是对内跟对外的一个大内宣 跟大内宣而已 这感觉有点在自我壮胆 讲了云淡风轻 那你到底说国安局长讲的对 还是刚卸任了邱国正部长讲的对 老想我比较相信邱国正部长 所以你现在金门进限制水域 金门的海域的冲突升高之后 那进一步我们怎么去处理 当大陆让解放军把台海内海化的时候 我们第一级就有增加难度 那接下来是不是说擦枪走火的几率 频率就升高了 所以我要讲是这样子 政党其实要控管两岸风险 有美方支持很好 可是你要控管风险的时候 不是只有美方支持而已 两岸之间不用对话吗 如果完全没有对话的话 双方互相猜忌 敌意升高的时候 随时就可能擦枪走火 我觉得很重要 如何控管两岸的风险 我觉得赖政府目前很大的一个难题 我个人觉得像你说 中国的海警跟台湾的海警 他们都是具有可以装上武器的 完全是一个准军事的设备 刚刚你特别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不仅是顿位差很多 里面所配备的装置 其实差距非常的大 所以日本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它的白皮书上里面就有特别提到 我们在军事上 特别在海上的所谓军事的配备当中 是已经往倾斜的方向 往中共倾斜式的方式 所以它的意思就告诉你说 即使你军备 你的所谓的经费再多 其实整个的势力差别是越来越大 你光是看到它 而且必须要非常的注意 就是5月的时候就有9次 进入了我们禁限制的 一个水域区当中 上次发生的这个事情当中 管碧琳到底处理得好不好 管碧琳处理得是非常的强硬的 可是他因为这个强硬 他反而让他留下来了 我们都以为管碧琳会走 可是他的强硬的态度 还有包括对很多事情 他不太妥协 赢得赖青德的一个青睐 这就是他对于未来 可能在这个发生状况的时候 他选择的一个首长 里面所的一个条件 我一直强调 从第一题到现在 我一直强调 赖青德的个性是一致性的 不是说我们过度的去揣测 而是人的特质 是不会去做改变的 他从他每一件 对内政事情的处理 再对他520的演说 在他对于所有事情的 他所assigned的 这个所谓的行政首长里面 都具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 就是你很多事情 你不要去妥协 你要坚持你自己那种好像非常战力的一个方式 光是看他最近所处理的状况就是了 所以我觉得日本都已经这么说 而且他把我们台海变成是一个重点的观察的一个区域 当全世界都这样去说的时候 每个人都非常害怕 可能发生一个状况 特别是我们的海军 我们的海巡署配备上面没有办法 而且在这个别人进来的中风 我们也只能不断的用口号去驱离 所以我觉得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做 我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在别人来的时候 我们把他挡回去 但未来如果别人有更大的一个举动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政府 对这一方面的准备度到底是如何 目前为止我们还是看不到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当然双方都有责任要降低这个两岸的情势 我觉得赖清德在520的就职演说当中 其实已经提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善意 就是说我们希望从小开始 现在已经不可能双方直接说我们政治议题 或其他一题大家可以进行交流谈判 这是不可能的台湾民意不会接受 所以从最小的方式开始什么东西 包括教育包括观光 我觉得对岸这时候就 球就抛回给对岸 对岸至于他要怎么去回应 我没有办法去预设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 包括在国台办的演说 包括在京门周边的一些情势等等 目前我觉得对岸他并没有接球 所以当然这个就问题的归属了 就是说到底问题在哪 Vanser我可以打断一下 因为今天因为刚刚热腾腾出来 朱凤莲是讲说民进党没有解除 台湾民众赴大陆团队的禁游令 大家知道就组团嘛 他没有解除 所以他觉得是没有释出善意 这是他们的回应 这个就是激货淡货机的问题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认为只要是对等开放 就是可以开放 对岸认为说 我们要先做什么事情 他们才愿意开放的话 那就不是对等开放 所以我的层次的希望 是说对岸可以把赖青的 不用每天都是往这个最我觉得比较负面的方式 去视为他的谈话的内容 应该是说尽量去往正面的方式去诠释 那我觉得赖青的也抛出一些善意出来 那如果对方可以接球的话 从最小的一个循环 我觉得开始 那大家才能建立起一个 我觉得对和平与稳健负责任的一个两岸关系 所以你觉得对岸应该要先解除旅游禁令 我觉得可以同步进行 还是说大家一起讲好一个日子 6月1号一起 我觉得这是最好办法 我提一下赵议员不断的强调 不断强调说赖青的四足善意 在哪里 告诉我在哪里 Lip Service Lip Service嘴巴讲讲 嘴巴讲讲 请问四足什么善意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看到什么都没有就嘴巴讲 嘴巴讲 对等 平等 尊严底下 我们要交流 好 怎么做 没了 都没了 好 你刚刚讲的 很好 那不要两岸政府有个默契 同时同一天宣布 同一个时间宣布 6月1号什么时候宣布 好 我放你也放 要这样子吗 总要有沟通管道 总是要有人沟通 哪一个人当秘石 来做这个事情 对不对 穿错好 现在来看 海机会 海协会也断 陆委会跟国台办 陆委会 我们的陆委会是跟大陆 吵架委员会 难道不是吗 一个比个硬 秋锤这为什么可以当主委 他原来也是文子彬彬的一个学者 他副主委的任内 不断的越来越强硬 刚才智恩讲得非常好 就强硬所以升官了 就变这个样子 賴静子喜欢这样的调调 那这样调调的话 我都觉得说 这个中国大陆既然这样 他们也这样做 硬的跟你你看 把台海全部内海化 然后我们这里怎么办 我们海巡人出来 冬位很大 他冬着4000吨 还有到万吨 我们最多现在是3000吨 而且烧数也少 船舰也少 这种情况 他这个硬 演习帮你包围起来 可是他软的也是 开始要跟你接触干什么的 赖清德也可以这样子 他去硬 政治去硬 没关系去硬 可是你要想 老实讲惊吓事件 管闭你处理得非常糟糕 那个是没有什么九阿共识 没有什么前提 可以两岸就有个对话 难道不要把握这样的机会吗 没有 这个机会就流失掉了 到现在为止 两岸还这样子一个敌意 敌意的螺旋越来越上升 所以我说回过来 赖清德大方一点 人家都 所以你搞态度开 你就愚痴的让他看一下 其实你注意看 你要讲善意的话 习近平也有善意 你让人讲 他现在也不讲九阿共识 中华民族 认同中华民族 赖清德不是吗 我们信赖的都是福建漳州 什么县都一样什么县 对啊 赖的 对啊 我是不是信赖的啊 这个就是中华民族 他就跟你谈啊 这样东西 老实说这是很低的代价 没有什么 也没有叫你说 一定有什么九阿共识 也没有这样讲 他也不去这个球 所以你只讲善意 我都不知道 早了半天 善意在哪里 我都没看到 到现在为止硬邦邦的 连大家期盼着 昨天 昨天的前天 昨天 前天的他的外面 前天 商总 许舒博 好高兴 因为那天有小美金的去 小美金大概给他一个什么讯息 所以他就对外讲了说 可以开始公关课 那个禁线令要解除 结果没有 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这就是他的善意吗 是 结果是公关洗衣场 对 而且我们 大家不要忘 那个大陆那两位不幸 还没解决 遗体还在 遗体还在金门 还没解决 还没有解决 都不给人家任何交代 我觉得大陆方面 你看他前那阵子的时候 其实那种就是 血债血长的声浪很高 这是因为后来夏立言去 马英九去 把这个声音给他压下来了 但是我们这边好像就是装 故意打这个迷糊仗 装作这件事情都没有发生 我觉得这样的处理态度 还一直是希望说 你对外要有善意 为什么 我觉得他们没有对于 在这件事情上面 给台湾更大的压力 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要偷笑了 不行 这么多的事 还没解决 观察 这就是 说明真的是 你说的 这么多的事 是 那是 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